立委賴平渝爭取連任 面對國民黨對手廖先祥 兩個人在開票期間 一度陷入膠著 後來廖先祥拉開雙方差距 賴平渝也在廖先祥 自行宣布當選之後 出來感謝 在這裡跟大家致歉 也是我不夠努力 所以沒有成功的 贏得這場選戰 那在這裡也 祝福我的對手廖先祥先生 進入立法院之後 能夠好好的 為相親做建設 新北市第十二選區 包含青山萬里 汐止 平溪 瑞芳 雙溪和共僚區 被視為是藍綠基站區域 這次一共有六名候選人 但國民黨的廖先祥 在晚上七點多 先宣布黨選 統計的票數 回報回來的狀況 那我這一次 已經確認當選 我們新北市第二十二選區的 立法委員 也謝謝大家的鼓勵跟支持 我在這邊聲聲一舉功 感謝所有選區的選民 不管你有沒有投給我 我都會為你來努力打拼 謝謝 開票之後 雖然賴平渝的票數 一路緊追著廖先祥 但最後仍然無法超車 確定連任失敗 而他的男友 五黨籍苗栗縣第二選區 獲選人曾文學也敗選 很可惜 我們還是沒有跨越 苗栗三線的這一座高牆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已經盡了全力了 沒有留下任何的遺憾 祝福邱振君先生 希望他可以善待苗栗的鄉親 情侶黨賴平渝和曾文學 接連出面感謝選民支持 現場不少支持者哽咽落淚 連任失敗 兩個人也無緣一起進入立法院 TVBS新聞中影輪 林雅南謝國金 新北市苗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